大家好 这节课呢给大家讲一下这个AE的套模板啊 当然我们讲的这个是比较简单的这种套模板的方法 它有一些比较复杂的呢 比如说它可能需要你安装这个E3D的插件 或者是说需要你安装一些特殊的字体 因为它本身的模板里面就带有那些元素 但是你AE里面并没有带 所以你必须要安装之后 它的这个模板才能就是完全把里面的内容全部给你展示出来 还有一些呢可能还需要一些特定的这个AE的版本才能打开 但是那些比较复杂的呢 我们在这里就不给大家讲了 不在我们的这个速成教学的范畴之内 我们这里面呢只给大家讲这些最简单的一些东西 让大家也可以最快上手 啊又打嗝了 我一讲课就爱打嗝 那首先呢大家买完这个模板之后呢 在网上买完这个模板之后呢 打开之后就是应该是这样的 大家双击这个工程 然后你的AE就会被打开 这个呢是我之前买的一个模板 就是大家看我那个看过那个MV的话 就会发现我那个结尾就用了一些这个模板 只是改了一些字 然后做了一些混合模式而已 点一下 嗯大家看一下 这个模板就被打开了 我们用一个适合的这个窗口去看 然后我们点一下这个 不放 嗯你就可以在这个位置来改变你这个 呃 logo 嗯你的 logo 你像改什么文字 在这边都可以 像AE很多的这个模板 我觉得它做的还是挺人性化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合成这边啊 时间线这边啊 它这个每一个它都给你标好了 标好是什么了 像最底下这个 不用说了 这个就是这个音乐 然后这个龙呢 就是那个龙 我们可以 它这个时长是在这边 我们可以把这个龙给它关掉看一下 是不是就没有显示了 你再打开 然后第四 这这一层 啊这一层这一层是在哪里 啊这一层是在这边 我们把这层关掉看一下 嗯就在这边看 大家看一下 关掉 哎是不是少了一些东西 再打开 啊如果大家想 还有这个文字 也是 你看 关掉 哎 它上面那个文字就没有了 再打开 又出来了 如果像这种呢 大家看到这个标志们 像文字合成 还有这个夏天 白云合成 啊 像 这种你要如果修改 你就要进到这个 呃 合成里边 哎 我们找一下这个刚才的 比如说你想改变这个文字 你就双记一下这边 这个 呃 预合成 双记一下 哎 它就进到这里边了 看到了吗 你就可以对这个文字 去进行修改 那你就要找到这个文字 这个文字在哪呢 如果你找不到 你可以通通过前面的 这个小眼睛 你把它 关掉 哎 那这个不是 我再关掉 哎 也不是 那是在哪呢 嗯 我们找一下啊 不要照提 哦 在这边了 看到了吗 在这边了 文字修改 合成 我看一下 这个文字 双击一下 哦 在这边了 文字修改 合成 看到了吗 双击一下 进入这个预合成 你就可以在这边改了 然后你可以在上边 用你的鼠标 哎 双击一下 变成这种模式了 或者你用鼠标 点出拖的话 当它变成这种显示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键盘上 随便你去改变 它的这个文字了 我们输入一个中文的啊 嗯 你好 这个文字就被我们修改了 如果你想改变这个文字呢 就在这边 我之前给大家讲过 这边有个修改文字的 啊 大家看一下 为什么这个没有变化呢 是因为你没有把这个文字选上 大家可以用你的鼠标 出来这个虚线之后 这么点一下 出来虚线之后 用你的鼠标拖动一些 然后还是这种显示 之后你才可以对这个文字 你去进行修改 不同的这个字体 看到了吧 这个字体有变化了吧 再变一下 就变成这种了 是吧 然后 哎 点一下这个选择工具 它变成这样了 你就可以拖动它的范围了 包括它大小 你都可以自己去设置 我们就这样 然后回到这个总和程里边 大家看到了吧 这个总和程 点一下 这个字是不是就变了 我们再重新 这个播放一下 看到了吧 在这里呢 我再顺带给大家就是 讲一下这个混合模式啊 比如说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字这边 它这边有个正常 看到了吗 如果你这边就是选择这个混合模式的 这边有很多 比如说你换一种换个屏幕 看到了吗 这个文字就和这个画面更好的融合了 就变成另一种效果了 换成强光 又会变成这样 这很多种选项 大家都可以试一下 找一个你需要的 是你想要的这种效果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AE套模板的方法 但是这个真的是 应该是属于最简单的这种套模板了 当然以后大家 如果经常套模板会遇到那些 比较难 比较复杂的那些 但是那些呢 那可能就是需要你慢慢的去 学习和研究了 这个速成教学实在是没法 一下子把你教 就是完全 所有套模板的方法都给你教会 因为AE这个套模板 它不像 ADIUS或者PR那样 它这个还是 有一些还是挺复杂的 那好吧 那这一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